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也不是执政党 没有资源 也没有一个清晰的 所谓我们为了哪一个理念来奋斗 所以可以暂且不管你国民党没有资源 都不是啊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最近很多人说台湾大选的选情很乱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 国民党虽然在五月份征召了侯友宜 但是在国民党党内对于侯友宜有许多杂音 那么很多人说 看到这样的一个乱局 就是用一句话来逮捕 叫做蓝莹始终不团结 但是如果单纯只是用这么一句话 来讲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并不是整个事情的全貌 那么也有人说 你也不能够就是硬要人家团结 这个侯友宜这个人选 他就是不行 在目前台湾的各家民调 如果是三组人马的情况下 他都是垫底是小三 如果再把郭台铭算进去 甚至有些名调显示 侯友宜会调到小四 所以这个人选本身就不行 这是一个讲法 那么也有人说 但是不要侯友宜 那怎么办呢 要柯文哲吗 柯文哲也是个政治投机客 过去还是墨绿台独分子出身 那么也有人批评 说郭台铭也过于蛮横霸道 等等这个意见有各种 那么所以有人说 干脆不要理台湾选举这些烂事了 反正台湾的前途 也不是这个选举就能够决定 最后是中美的博弈 所以根本我们也不用理 到底能不能够下架民进党 那么我想我今天 我就撇开对于个别人选 我的喜好或者厌恶 我纯粹把整个实情来分析给大家听 首先你说下架民进党到底重不重要 在台湾有一些统派的选民 包括大陆的许多网友 认为说干脆下架民进党 现在看起来如此的困难 那么索性就让赖清德当选又如何 赖清德台独路线越走 最后只是刺激统一来得更快 我们就看看摊牌的结果会是谁赢 这是一种想法 不过就我所知 大陆目前的官方 我们看到对台政策的主流 仍然是希望说能够努力 就是下架民进党为好 那么毕竟从大陆官方的角度认为说 可以争取多些时间 先缓和台海的情势 不要马上就要面临到摊牌 要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硬仗 那么希望说能够再有一点时间 累积更多有利于统一的条件 再来面对这个摊牌 这个是大陆目前决策圈 我们看到对台主流的想法 那么问题是就算要下架民进党 怎么下架呢 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 不能掩耳盗铃了 那就是现在不是说我们大家高呼 我们就是支持国民党提名谁 我们就支持谁 我们就团结 现在已经不是说高呼 国民党提名大家团结 然后就会胜血了 因为我们要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国民党当前 他的资源 他的威望 他的理想性 包括国民党所提名的这个人 他的人格群众的魅力 通通都是不行啊 我们如果来回过头啊 来看在过去公元2000年的那场选举 那么你就会明白 那个时候呢 整个市啊 就是连战呢 是垫底的 那么呢 在三组人马 就是连战宋楚瑜 及陈水扁的情况下 那么连战一直是垫底 但是呢 当时马英九呢 出来骗大家 说民调啊 连战已经是杀出重围了 现在呢 这个宋楚瑜才是出局 所以骗了很多蓝英的人呢 最后把票呢 去投给了连战 那么甚至呢 到了这个选举前呢 还出动了蒋夫人 蒋宋美玲 发表公开信 说大家一定就是要团结 支持连战 就投出来 连战只有23% 宋楚瑜36% 那么陈水扁39% 渔翁得利 那么就可以看得到啊 在当时的国民党啊 公元2000年的国民党 那个距离1987年 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 距离那个蒋家王朝结束 也才12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呢 国民党就已经啊 是兵败如山倒 那么一崩啊 就崩到只剩下23% 那么今天的国民党 已经也不是执政党 没有资源 也没有一个清晰的 所谓呢 我们为了哪个理念来奋斗 所以呢 可以暂且不管你国民党没有资源 都不是啊 那么比起四年前 当时韩国瑜还是一个具有charisma 具有群众魅力的这个政治的一个领袖 一个候选人 现在的侯友也远远不是如此 所以你说蓝营内部对侯会有越来越多的意见 这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侯确实他是不够众望的 他是远远没有达到所谓众望所归的程度 那么何况啊 今天就算好了 大家就是硬说我们就是团结 反正国民党提谁 我们蓝营就支持谁 但是不是说你蓝营整合完就结束了 还有一个 这个不是你国民党能够管得到的 这个人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呢 他就是要参选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难怪我们看到邱毅蔡正元 他们提出来说 如果真的要下降民进党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三方必须坐下来谈 这个三方就是国民党是一方 那么郭台铭目前代表五党级是一方 以及就是柯文哲是一方 那么国民党是一方 你要嘛就是继续推侯友谊 或者你要换人 你要换韩国瑜换谁都可以 总之国民党是一方 柯文哲是一方 郭台铭是一方 那么三方要整合 在九月份呢 共同讲好怎么做民调 最后用民调来决胜负 三方共同推出单一的候选人 那么我们再来看 现在也有人检讨了 说那当初干嘛 征召侯友谊这个人选呢 那决定这个征召人选 叫做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那就要负最大责任了 现在出来炮轰朱立伦的这个人呢 就叫做郑立文 那么郑立文的这样的一个呼吁 或者炮轰啊 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因为政治你是不能够说呢 完全排除每一个人的这个 私心的小算盘的 你不可能把每一个政治人物 政党的领袖都当成说呢 他是圣人 他是为了所谓的大局来奋斗 都没有自己的小九九 都没有自己的小算盘 这个是不现实的 那么我们来看 朱立伦他的这个小算盘是什么 原本啊 这个正常来说 朱立伦如果说 就是要内定侯友谊也可以 那应该一开始就直接团结 我们就征召侯友谊 不要拖拖拖拖到五月 这个过程当中 朱立伦是让郭台铭入局的 因为现在也都证明了 当时朱立伦的人呢 是有和郭台铭接触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私下都讲好了说 让郭台铭也加入到这个竞争当中 但是如果说你要搞竞争 你没有要内定 那就应该明确一个竞争的公平的标准 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初选民调 可是朱立伦呢 他又不定这个标准 他说所谓的征召呢 是要参考很多依据既有内部参考的民调 还有询问其他相关立委候选人啦 什么县市长的意见 所以搞到现在呢 就被认为说 到底是不是根本叫做黑箱 所以郑立伦才会质疑说 那如果真的内部参考的民调显示 侯友谊都是这个领先的 怎么会搞到征召侯友谊以后 反而侯友谊的民调没有出现 我们说一个庆祝行情 一个刚刚新鲜上市的就没有行情 到现在甚至呢 掉到小三掉到小四呢 所以郑立伦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从朱立伦的角度 他何以这么做 那么一个很合理的质疑 就是说朱立伦的小算盘 他希望做侯友谊背后那个 还能够操纵国民党这个党机器的 那个垂帘的老太后 那个婆婆 所以他认为侯友谊是比较好操纵的 是相对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强 是过去和他有关联的 因为侯友谊是朱立伦一手提拔的 所以啊这个朱立伦 他希望呢推侯友谊 然后呢来操纵 他又希望呢通过郭台铭和侯友谊 互相呢先有这样的一个竞争 他才有机会渔翁得利 你们越竞争越凸显 我朱立伦是重要的 我才有存在感 这个从权力的斗争来说 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变数 那就是金普聪出现了 金普聪现在呢加入到侯伴 做侯友谊的总干事 那么金普聪等于他现在公开的校正 他要朱立伦不要管太多 朱立伦你就做一个呢 负责出资的大老板就好了 那么总教练是我 是我金普聪来掌兵符 这一下子让朱立伦也感受到 金普聪想要来卡位 也就是呢 他原本侯友谊背后的这个婆婆 就是我朱婆婆 所以他金普聪他来卡位 背后是不是替马英九来卡位呢 所以像很多人说 马婆婆和这个朱婆婆 两个婆婆在争谁操控侯友谊 也就等于说争掌握国民党 这个党机器 现在呢大家看到侯友谊起不来 那么提出说干脆要非律联盟 要三方谈判 必须要跟柯文哲 要跟郭台铭去谈判 但是这一谈判等于削弱 这个侯友谊背后 不管是朱婆婆 或者是那个可能的马婆婆 他们的权利啊 因为当非律联盟成型的话 国民党的这个存在感 就会被这个削弱 那么等于说这个党机器 就变成没有用了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得到啊 朱立伦他的这个幕僚 也就是国民党现任的秘书长 黄建廷出来放话 说哎呀当初呢 这个郭台铭曾经啊 我们大家有谈好了 如果郭台铭没有被征召 我们可以呢分一个 不分区立委的席次 给郭台铭 最后也许能够运作 让他在未来做立法院长 等等去放这个话 那郭台铭在这个办公室 很生气 说我们绝对没有做任何的思想授受 那到底有没有谈过 我们不知道 那谈过也不代表说 最后这个双方真的都有接受 这样一个提法 但是黄建廷出来放这个话 等于他就是要破局 就是呢他现在呢就要让国民党未来和郭台铭要进一步合作 会更加的难上加难 那黄建廷背后当然代表的是朱立伦 也就是朱立伦不希望所谓的非律联盟 所以呢这个国民党要去和郭台铭去和柯文哲谈判 能够成行 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 国民党如果真的跟柯文哲去进行合作 那么也会连带影响啊就是蓝营当中的许多小鸡 也就是呢未来台湾不只是选这个所谓的领导人还要选立伟 那么这要选立伟的小鸡们 他们可能呢就通通跑到柯文哲那去了 很可能国民党会有一个出走潮 所以呢这些小鸡他们也不会管国民党到底未来如何 他们只是管说我们自己要能够选上 所以国民党和柯文哲来谈合作当中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柯文哲很可能把国民党这个底下的很多小鸡都给吸走了 我们再来看啊现在我们说那所谓的非律整合 也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理想的做到的 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一加一 一般人认为说一加一就会等于二 或者一加一可以大于二 但实际上一加一也可能小于二 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 这些叫做非律的选民 他们内部其实是互斥的 也就是呢挺柯的 他有很多是不喜欢国民党 如果柯染上了国民党 他们就不投柯了啊 那么反之呢有一些现在支持侯友宜的 他们如果看到说侯友宜去跟柯合作了 那么呢他们也会认为说 这个柯是台独啊 柯是墨绿啊 有柯我们这些蓝营的我们也不投了 所以啊一加一未必会大于二 很有可能就一加一结果小于二 很多是因为没有国民党 所以他们投柯 柯跟国民党一碰他们不投了 也有些国民党的选民看到支持的候选人去跟柯合了 我们也就不支持了 所以啊还有一个组合叫做呢 柯跟郭来合作呢 是不是就相对比较不会那么互斥 但是问题是这又涉及到 那就是谁做正谁做负的问题 而且这个是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啊这个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内心有他们的小九九 这个小九九呢和大家所认知的大局 未必会是一样的啊 柯也讲过了他反对这个下降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提法 也就是说啊柯他更多可能还不是看重说 能不能够下降民进党成功 而是反正我就是要来参加这一局 然后呢壮大我自己的这个台湾民众党的势力 那么倒过来讲啊 就算柯和郭他们去谈合作 那么这当中呢也要国民党不再去推其他的候选人 如果国民党呢不认为郭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 而国民党坚持还是要继续推侯友宜或其他人 那么又还是回归到撒卡都 还是分裂啊 所以呢 柯国合作也就变没有用了 也就是说柯国合作 既要柯国两个人 他们能够协调出谁做政谁做负 还得要国民党也配合 那么何况啊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在侯友宜背后呢 还有这个朱立伦这个婆婆 以及可能的马英九这个婆婆 这些婆婆们呢 他们所想的可能也未必是优先以下下民进党作为最重要的 他们可能还要盘算的是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以及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次 明年还要选立委啊 国民党的立委政党票 在立法机构的立委席次也得雇 如果国民党和这个柯去合作 那么会不会最后呢 这个立委席次都被柯文哲给吸走 这个呢也是呢这个国民党的婆婆们 他们会在意的问题 所以说到底啊我们可以说呢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非绿的选票好像在民调头显示 是有50%到55% 但是这个所谓的非绿选票 他们是没有办法呢 结合到单一的一个人选身上来体现出来的 因为这一些非绿的选票 他们呢可能是来自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有不同的这个喜好的原因 所以呢有的支持到柯文哲 有的支持到郭台铭 有的支持到侯友宜 那么刚刚我已经给大家来谈过的 比如支持柯的可能会同时讨厌国民党 支持侯的可能会嫌柯文哲是绿营出身 那么这远远不像是2004年 那个时候联宋要来这个做联宋和的时候呢 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连战宋楚瑜都是老国民党出身 意识形态也比较接近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到啊 这个如果说没有个明确的一个统一的路线 国民党没有办法呢靠一个很明确的统一的路线 来吸引到支持者 而是呢仅仅靠一个所谓讨厌民进党来做诉求 那么这个讨厌民进党啊 在县市场的选举当中也许还比较容易整合 但是要在台湾选到所谓最高领导人的这种选举当中 那么讨厌民进党它实际上会分裂到不同的支持的对象 我们都讨厌民进党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共同团结支持一个单一的候选人 这些绝对不是喊喊团结就能解决的 而所谓呢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三方谈判尽可能的让非律能够整合的这个构想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到9月份也一定就会见分晓 因为毕竟如果拖过9月到了11月台湾的规定中选会就要登记了 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更换所谓的候选人到底有几组人马就会确定下来